难度又更高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这个程式里面帮我再多加一个东西 就是说,最高分是谁? 国文最高分 当然,最高分,几分还蛮简单的 如果你在,比如说你在Excel里面的话 你用公式里面,用等于max max这个函数,然后你把这个范围给它 然后他就帮你把最高分帮你算出来,80分 其实这个道理有点很类似 其实只是说一个是在四算表里面 那一个是在Python里面 可是问题来了,他这一题比较困难是说 那个最高分的人是谁?80分 应该还要顺便把刘小华给找到 所以怎么办?刘小华怎么顺便把它留下来? 所以这个当然就难在这里 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可以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用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怎么判断?到底哪一个最高分? 如果我今天不用max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就回圈里面 我可以写一个什么东西? 写一个谁最高分的逻辑判断 OK,那怎么写?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是已经做好了,把它delete掉 也就是我今天假如说要针对国文在B欄 那B欄谁最高分? 所以你可以在底下enter一下 如果在谁最高分的话 我在上方增加了国文、英文、数学 都等于0的话,那以前的做法是Bmax等于0 Cmax等于0 Dmax等于0 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将来要把它写成一样 程式可以把它写成同一行的话 其实可以讲最后等 他们 意思说他们通通等于0就对了 OK 那这个的话预设值都等于空的 比如说我今天最高分的人的分数是几分? 他的名字是谁? 好,第一个 所以我就见了总共有三个最高分的变数 然后放谁的名字 那接下来的话做什么呢? 要不有两个方法 我想到其实第一个方法是什么? 我应该什么? 比如跑回圈的时候 我就做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我们这个成绩 就是从历史二里面抓出来的国文成绩 假如说它比大于Bmax的话 如果它比它大的话 也就是比大小的话 Enter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的成绩 这个后面少一个后瓜 把这个的成绩 把它丢到Bmax里面去 OK,所以这边的话Enter 然后把这个成绩放在Bmax 所以把Bmax 最高分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成绩 OK 然后Enter之后的话 再来什么?它的名字 Enter一下 OK 那名字叫什么呢? 名字就是Bnam Bnam 是等于哪一个呢? 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 它的国文成绩的话 国文在 这个List里面的第二个位置 如果姓名的部分在第一个位置 指出Index等于0 所以基本上你就把这个List A栏的资料放进来 那基本上就是B 就是它名字的位置 看懂我意思吧 这个是它0的话指的是 应该是第一栏 OK 这是比国文是第二栏 是1 OK 那我就把名字顺便存下来 跑完之后呢 如果都没有比最高的分数高的话 那就是最高分 OK 那名字的话也顺便把它保留下来 也就不会被覆盖过去 那同样的方法 底下的部分呢 C 跟D 都一样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比较聪明的办法 把它层次复制 复制过来之后要贴上 贴上的时候的话 你就改一下 改哪里呢? 改一个C C的话改Cmax 然后这边改Cmax 一样的意思 那这边记得把它改成 应该是012 这个应该改2 这个应该改2 OK 那名字的话一定是在D 第一栏就0 OK 那这边改成C name 那D的话以十类推 所以都一样 就把它复制贴过来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直接就是把找到那个最高分的Bmax 放到这边 Bmax 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英文 所以再来就是C C的话就把这个 然后把它改成就是英文 本来是国文 我把它复制过来 最高分是Cmax Cmax OK 然后再做 底下就一样了 这个请各位就自己再完成 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列出什么? 国文最高分是80分 刘晓华 应该没错了 然后呢 英文最高分是85分 也是刘晓华 我们看一下 成绩应该 这个国文最高分 对 刘晓华 英文最高分 也是刘晓华 该不会数学最高分也是刘晓华 对 也是他 如果说你将来 担心说是不是做 你可以把成绩改一下 没关系 然后再确认一下 所以最后的话呢 D D也把它完成了 D基本上就是什么? 把这个复制有没有? 贴到这里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3 然后呢 改成D 假设最高分那个是D 然后呢 这边也是 名字的话呢 一定也是D 所以这边把它改D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数学最高分 数学最高分 是 然后就D max D name OK 那就分别 把这个的话 应该这样就OK了 把它止清 应该也是刘晓华 对 刘晓华 然后最高分数学 应该是75 没错 OK 但是如果有两个 就是像数学如果有两个75的话 所以他最后就是抓那个 如果他大于 所以他会抓到是第一个 那这个条件 当然你可以再塞吧 比如说大于等于 那不过你后面的逻辑 如果假设相等的话 那你可能在逻辑里面 你还在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他相等的话 那他怎么处置 OK 目前我们是一个比较 先比较简单的处理 如果说当然比较复杂 比如可能有很多 还有其他条件 那你可能就是逻辑底下 看是and 还是偶 或者是if里面 再给他加一个if OK 就是等于是再延伸性处理 可是除了用这种方式做处理之外 其实在 什么呢 在这个 串列里面 还有一个类似 也是有里面的一个函数 蛮常用像Viru函数 或者是 也是有里面有index函数 不知道哥们也用过 你会发现 在这边也有一个叫index 那index实际上就是帮你找 找哪一个 找那个 你要找的那个位置 所以其实 如果你不用刚刚这个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我是觉得程式会比刚刚的还来很简单 只是说你需要会用这个函数 叫做index函数 所影值 找什么的所影值的位置 OK 比如说 我就找到什么 最高分 80分 比如说我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index 国文好了 我找到最高分的index 它的位置是在 这个不算 在第一个 那我就把他同样位置的 这个姓名的资料带过来 不就OK了 好 所以呢 另外一个方法 不用逻辑判断 一样可以做 这个方法二 待会再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当然我给各位的这个 这个 只是一个参考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方法 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还有刚刚我同学提到说 如果同分的话怎么办 都是75分 或者是都是85分 那是不是说 留哪一个 还是两个都留 两个都留 那你的那个输出就需要再去想说 比如说他同样都是多少分 然后可能会有两个人 那你是不是 所以那个be name的话 就不能是一个自串 可能就要把它变成一个串列 因为就不只放一个 你要变放两 那这相对的 复杂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也许 先试试看吧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